美女公交车给老人让座,下车使老人塞给女孩一东西,打开后泪奔了。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其成文明礼貌,是我们旅行时的最低旅行礼仪。 我们以前讲的大多数故事是关于不让座,或坐一个好座位。 今天我们是一个积极的能量的东西一位妇女给一位叔叔让座。 叔叔,给了她一件东西那是什么,让我们继续前进,看看究竟是什么王女士下班回家,因为今天她下班很早没有到达高峰时间。 公交车上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还有空座,所以她找了个座位,坐下随着天气越来越安美站都会挤满人大约三站后, 公共汽车就满了这时一个老人,走了过来她慢慢地走着老爷爷,还没来得及找到座位站在那里。 女子就立刻站起来让座,给这位老人起初老人还是有点犹豫她说,了一句话打动了王亥太。 她说现在年轻人不容易起床早贪黑,等没有白粥的夜晚下班回来也是。 很累了女子说,没有关系我们年轻人体力好,便让老人坐下了当老人下。 车时她在口袋里掏出了一件东西,来谢谢女子下车后王女士对老人给她的。 东西感到很迷惑,于是她把腿去看老人给了她一块手帕上面绣着老、弱、病、残、云、雪雷风行的字样。